姬妹趁我不在勾搭我的奶狗男友 姐姐这么老不怕他先入土 弟弟跟我在一起吧 小奶狗俊脸仗的通红没有反驳 我暗叹姐弟恋果然不靠谱 谁知下一秒他扯着向来软软的声音吼道 老子比他大 再多嘴老子让你先入土 领导要给我介绍对象 不好搏面我只能答应 赴约前领导欲言又止 我这侄子什么都好就是长得有点显小 我寻思能有多显小 一见面傻眼了 卫衣牛仔裤轻瘦的身形白净的小脸 一双黑白分明的小鹿眼透着清澈的愚蠢 反观我从小就被说长相成熟 现在包囤裙高跟鞋精致的妆容和长卷发 对不起是阿姨打了了 但已经答应领导 我硬着头皮坐下跟她尬聊 可能对比过于鲜明不时有路人看来 我甚至听到有人小声说 看富婆和男大学生 我谢谢你看得起我 最后我摊牌了 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们年龄不太合适 还没说完江瑶盯着我 眼睛一眨一眨有些发红 我立马晋升 她低下头 用奶油奶又打的声音软软道 年龄我没法改变 但感情可以慢慢培养 年轻人幼稚的发言 我没放在心上 可那天相亲后 江瑶像是对我一见钟情 每天嘘寒问暖 不时送些外卖礼物 除了年龄 她好像还不错 最终我答应和她试试看 相处的第二个月 我妈突然给我打电话 雨洛 听说你谈恋爱了 这么大人了 也不跟家里说 我一愣 江瑶的事 我没跟任何人提过 脑海里立马出现一个人 我的继妹 妈 陈下男有多讨厌我 你都忘了吗 我妈一顿 都是以前的事 早就过去了 再说 一家人哪有记仇的 我没有回应 她又叙叙叨叨说了许久 并强调带江瑶回家 才结束通话 挂断电话 我冷笑一声 十岁那年 我妈带着我再婚了 对方也带着个女儿 比我小两岁 第一次见面 她在大人面前 甜甜的叫我姐姐 拉着我去玩娃娃 我身负烂赌酗酒 家里财产被她挥霍一空 我从没有过娃娃 所以在陈下男面前 我小心翼翼的 拿起一只娃娃 她笑着说娃娃的腿可以动 然后握住我的手 用力一掰 腿断了 下一秒 陈下男挖一声大哭 姐姐把我的娃娃弄坏了 妈妈和继父闻声赶来 我挨了一个巴掌 并被罚不能吃晚饭 那晚 我站在墙角 看到陈下男坐在餐桌前 朝我露出得逞的笑 从那以后 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她心机复杂缜密 在家排挤我 在校霸凌我 却都能全身而退 并让所有人认为这是我的错 后来青春期 我开始恋爱 我给初恋写了半学期的情书 她才答应和我在一起 后来有一天 她突然提出分手 我泪眼朦胧地问她为什么 她一脸不耐烦 因为我讨厌表里不一的女孩 第二天 我看到陈下男挽着她的手臂 从我面前走过 她看向我 露出和当年如出一辙的笑容 但她并没有和那个男生在一起多久 因为她只是享受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感觉 所以后来 只要我恋爱 她就想尽办法抢走我的男朋友 她是父母眼里的好女儿 老师眼里的好学生 我不知道怎么做 才能揭露她的真面目 在无人处 她把我的尊严踩在脚下 嘲笑我的无能和卑微 姐姐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我吗 因为你什么都比不上我 这辈子永远别想改变 见家长这事 我跟江瑶提了一嘴 谁知她立马点头 当然可以 我还没开口 她又继续 那我带些礼物 叔叔阿姨喜欢什么 你放心 我一定打扮得成熟稳重些 我顿了下 你就随意写 看着她认真紧张的模样 我心情颇为复杂 不知道以后 她会不会继续喜欢我 到了约定时间 我带着江瑶回家了 门刚打开 一个拥抱一念而来 姐姐 你好久没回家了 妈妈前段时间生病 一直跟我念叨你 不愧是高级绿茶 一句话 点明了她的重情 和我的不孝 抱够了 沉下男松手 转头看向江瑶 眼底闪过片刻的惊艳 但转瞬即逝 这位是 明知道我今天要带男朋友来 我发了个白眼 男 我是雨落的男朋友 江瑶 江瑶看着沉下男 没什么表情 沉下男伸出手 扯出甜甜的笑 幸会 江瑶瞥了一眼 没动 怎么都站外面 快进来 我妈在屋里张罗 江瑶跟在我身后进去 沉下男尴尬地收回手 客厅里 我妈对着江瑶问东问西 沉下男笑眯眯坐在我旁边 一会给我倒杯水 一会给我包橘子 一副结有媚公的模样 我默然看着 忍不住冷笑 怎么了 我妈问 没什么 我松开手 橘子掉到地上 橘子脏了 不能吃 沉下男脸色一下 变得铁青 但他很快连起 姐姐想吃什么水果 我去买 说着 他站起身 江瑶跟我一起吧 我怕买太多拎不动 这要求很怪 但理由又好像合乎情理 我看向江瑶 后者明显一愣 片刻犹豫后站了起来 好 我的心沉了几分 他俩回来时 午饭已经好了 江瑶面色如常 反倒是沉下男 眼底有几分成欲 一顿饭吃得异常安静 你们去买水果的时候 发生什么了吗 江瑶一愣 下意识躲开我的视线 就帮他拎东西 没发生什么 很显然 他在说谎 嗯 我偏头看向窗外 不知道这一次 他能坚持多久 那天过后 江瑶并没有什么变化 他依旧细心体贴 说话时软软的 一双湿漉漉的眼睛盯着我 像只想撒娇贴贴的小奶狗 不得不说 这清纯稚嫩的长相 每次轻轻抱抱 我都非常有压力 总觉得自己是个 包养男大学生的富婆 可摸着他毛茸茸的脑袋 我又想 富婆的快乐 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到的 江瑶是个职业画师 基本都在家待着 平时约会 他都从家出发 这天我们约在中山公园散步 远远看到他的车 我迎了上去 江瑶 今天阳光真好 我们去湖 我的声音戛然而止 车上还有一个人 不好意思姐姐 陈夏南推能下车 生怕我不误会 故意强调 是我拜托江瑶顺路在我的 你可千万别误会 顺路 从哪方面想他都不可能顺路 我看向江瑶 他连忙解释 路上遇见的 我若无其事地点点头 心底却翻起巨浪 这么多年 陈夏南还是这种 上不了台面的手段 姐姐 我能和你们一起散散步吗 我心里翻起巨浪 但还是维持体面 我去下卫生间 去厕所的路上 我牙都咬碎了 真以为 我还是小时候认捏的软柿子吗 不是要抢吗 我今天就当着江瑶的面 揭露你的真面目 重整旗鼓 我大步往回走 靠近两人时 我听到陈夏南在说什么 弟弟 他扯着又打又甜的嗓音 叫江瑶 我忍不住抖了一身鸡皮疙瘩 江瑶没反应 陈夏南继续开口 姐姐这么老 不怕他先入土 就比我小两岁 哪来的脸说这话 陈夏南又往前靠了两步 弟弟 跟我在一起吧 江瑶没动 但一张俊脸 肉眼可见账的通红 我热血出脑的愤怒 瞬间凉透了 绿茶的手段 果然没一个男人躲得掉 还以为他能再坚持坚持 如今看来 姐弟恋果然也不靠谱 我后退一步 正要巧声离开 江瑶忽然皱眉推开陈夏南 下一秒 他发出我从未听过的阳刚之声 怒吼道 老子比他大 再多嘴 老子让你先入土 可能是反差过大 我和陈夏南同时呆住 两秒后 他的脸色胀红 然后铁青 你拧你了半天 甩下一句 你给我等着 随后跺脚离去 我傻了 从小到大 父母没凶过他 我不敢反抗他 我默默走过去 看到我 江瑶神色有些慌乱 开口又变得嘎嘎的 你 你回来了 我沉默了一下 嗯 我决定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陈夏南呢 他走了 可能身体不舒服吧 我点点头 没再追问 按照原计划 我们一起逛了逛公园 一路上 江瑶一直保持着 原来羞涩纯情的模样 但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听过他吼陈夏南 那两嗓子阳刚之声 在听现在嘎嘎的声线 总觉得他 茶里茶气 这种别扭一直持续到约会结束 因为这种感觉 接下来几天 我对江瑶没那么热情了 他找我聊天 我也正常回 但明显没有之前积极 这样风平浪静了两天 第三天晚上 江瑶打来电话 口齿有些不轻 像是喝醉了 雨落 他叫我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我一愣 没有 你骗人 他委委屈屈 你之前叫我小狗 现在都不叫了 咱就是说 自从听过他那两嗓子 小狗这个称呼 我是实在叫不出来了 你喝酒了 我转移话题 上面没声了 喂 安静两秒后 他突然压低声线 宋雨落 我一个机灵 啊 开门 这语气命令感太强 我身体先脑子一步 打开了门 江瑶站在门外 我愣了一下 可能是刚从什么酒局离开 他穿了一身正装 头发后梳 面无表情 这么晚 怎么来了 他没有回应 只盯盯看着我 我下意识后退一步 他慢慢向前 我步步后退 客厅只开了小灯 光线昏暗 他吹眸看我 眼神晦涩 江 江瑶 他把我逼到墙角 没有不喜欢我 强大的气场 我后脑有些发麻 嗯 真的 他嗓音低哑 嗯 下一秒 他忽然钻进我的怀里 毛茸茸的脑袋蹭我的胸口 雨落真好 刚吓死我了 他这样蹭了一会 突然停住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我一愣 可能他猜到我偷听的事了 于是我点点头 他突然抱住我 非常用力 雨落 我不是故意骂陈夏南的 你不要讨厌我 啊 他语气少有的认真 其实我不想破坏你们姐妹的感情 但有些事 你必须知道 我跟他去买水果的路上 他话里话外贬低你 还有那天去公园 他就在我家楼下装狗欲 我不想在他 他就说我这么对他 你妈肯定不会同意咱们在一起 所以最后我没忍住 在公园里骂了他 江瑶说了一堆 最后又委委曲曲的 把脑袋缩进我怀里 雨落 你不会不喜欢我了吧 我抬起手 会抱住他 我很开心 你愿意把这些事情告诉我 放心 我不会讨厌你 因为 我比你还讨厌陈夏南 江瑶一顿 抬起头 愣愣看着我 随即扯出一抹笑意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说 什么 你比我大 嗯 大两岁 他眨着眼睛 我书没告诉你 第一次见面 你不是还说咱们年龄差距有点大吗 那是因为 我以为他刚大学毕业 我突然想到什么 坏笑着捏了捏他的脸 叫姐姐 他白皙的俊脸胀的通红 细密的睫毛抖了抖 不要 叫吗 他闭上眼 良久 姐姐 互相坦白后 我跟江瑶更加亲密了 这段时间 我把陈夏南做过的事 轻描淡写讲给他听 谁知他比我还气愤 甚至红的眼眶抱住我 雨落 以后没有任何人能欺负你 我回报他 点了点头 没几天 我妈再次打来电话 开口的语气非常不好 雨落 什么时候有空 回一趟家 我直觉不是什么好事 不是刚回家没多久吗 我最近有点忙 可能 让你回家一趟就这么难吗 我让夏南回家 他从来没有推辞过 我心里止不住冷笑 陈夏南大半年没正经工作了 当然随时有空 我刚想回队 被我妈一句话堵住 我心脏不舒服 你别气我 如果实在忙 就周末抽空回家吃顿晚饭 不过分吧 我深吸一口气 行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江瑶 因为我隐隐约约猜到 我妈着急叫我回去 多数是跟她有关 周六晚上 我回家了 这次陈夏南不在 只有妈妈和继父 吃完饭 妈妈把我单独叫到卧室 关上门 他直入主题 你那个男朋友不行 赶紧跟他分手 果然心脏不舒服 也只是托词罢了 为什么 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 脾气还暴躁 你怎么知道的 他一顿 我继续问 陈夏南告诉你的 你 他是不是说江瑶骂他了 妈妈张了张嘴 默认了 你就不想知道江瑶为什么骂他吗 我冷笑着 他趁我不在勾引江瑶 他瞪大眼睛 宋雨洛你不要乱说 我没有乱说 我大声打断他 我知道你没什么赚钱能力 一直以来 我们都靠祭福生活 所以你努力讨好陈夏南 就算知道他讨厌我 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生活所迫 我没有怪过你 但现在我长大了 我要让你知道 从我第一次恋爱 每一次 陈夏南都会想尽办法 抢走我男朋友 你现在还觉得 骂一个试图勾引别人 男朋友的绿茶很过分吗 我情绪激动 语速很快 这段话几乎是一口气说完的 妈妈愣愣看着我 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说完 我转身离去 我知道他一时很难接受 但这就是真相 如何消化 如何处理 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那次爆发后 妈妈再没提过 让我和江瑶分手的事 可能是发觉 事件没有按照自己所想发展 眉眉隐身的陈夏南 沉不住气了 他主动给我发消息 姐姐 你跟妈妈吵架了吗 都被江瑶指着鼻子骂了 还跟我装 我没搭理他 没想到他坚持不屑 你跟妈妈道个歉 什么事发不了片 见我还不理他 他扯开话题 你们最近是不是有个高中同学聚会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我终于忍不下去 有事 见我回复 他立马秒回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 我高中同学聚会 你跟去做什么 莫名其妙 因为 他顿了一下 我初恋是你高中同学呀 我气得差点把手机摔出去 抢我的初恋 他怎么好意思提 见我没回 他又加了一句 没关系 我可以自己去 我冷笑一声 直接把他拉黑了 又找到高中班长 随便用个理由把聚会推了 真搞笑 他现在除了用男人来证明自己 还有什么 但我低估了陈夏南的心机 没去同学聚会 并没有让我躲过一劫 我追了半年 最终移情别恋的初恋 突然联系到我 他上来就是一句 宋雨洛 我是丁程 我差点没想起 这是谁 有事吗 我没欠他钱吧 对面顿了一下 有时间见一面吗 我有话跟你说 没那个必要 有什么话可以电话里说 我想见你一面 这大哥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不必了 我先挂了 当天晚上 这哥又给我发了数条短信 其中不乏签字小作文 我看都懒得看 直接删除 自此 黑名单又多了一个号码 他突然联系我 大概率是陈夏南搞的鬼 事实证明 我猜对了 我在公司楼下 看到了丁程 以及陈夏南 看到我 陈夏南洋装自然的打招呼 然后朝丁程笑笑 你们先聊 我走了 不等我同意 丁程率先开口 好久不见 上下打亮 我的眼神 有几分惊艳 他应该没有想到 曾经高中被威追求他的丑小鸭 有朝一日 能变成现在的模样 我撩了一下精致的长卷发 皱眉问 你到底有什么事 丁程顿了一下 有时间一起 没时间 我直接打断他 宋雨洛 不能 我再次打断 并且没有给他继续开口的机会 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不管当年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不记得了 我也不想跟你再有任何交集 还有 我现在有男朋友 请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一段话堵的丁程哑口无言 我转身要走 他却再次叫住我 我没有想挽回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 当年陈夏南 给了我一封你写给别人的情书 所以我才误会你表里不一 但后来我又重新看了那封情书 受信人似乎被改动过 所以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 又是陈夏南 陈夏南在一起 就该想到以后我们只会老死不相往来 那是我赌气 我已经不想听他解释什么 用这辈子最快的速度走下楼梯 然后我在楼梯下看到了江瑶 我莫名有些慌 刚刚那个是我以前的同学 我们 我知道是你初恋江瑶语气平静 我更慌了 你怎么知道 陈夏南特意打电话叫我过来 还贴心给我做了介绍 他转头看向我 你猜我说了什么 什么 我说他故意拉长语气 没事找个班上吧 省得整天闲得荒进干区的事 我扑哧笑出声 放心 我不会误会什么的 他抬起手将我揽进怀里 毛茫茫的脑袋搭在我的肩头 但我有点吃醋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你乱吃什么醋 就是吃醋 他声音软软的 吃醋 姐姐的初恋不是我 本以为丁城的出现就是隔音一下我 没想到这事 还有连锁反应 正在上班 高中班长突然私了我 雨洛 你看看这个 同时转发来一个某英高赞柠檬头吐槽 有点莫名其妙 但我还是沉默于时间看完了 大致就是 一个女生吐槽男朋友的初恋 当年她追男朋友时写了好多情书 多年后重逢又写情书 搞得她男朋友茶饭不思 要跟女生分手 乍一看好像没问题 但这个女生报了学校名称和借数 当年我给丁城写了半年情书的事 人尽皆知 加上最近聚会 有同班同学在评论区猜出了我的名字 吃瓜网友开始扒我的信息 甚至嚷嚷着要来我公司 曝光我的白脸圣母身份 真他妈是飞来横祸 班也来不及上了 我赶紧私信这个女生 说明身份和来意后 她很快回复 但一上来就带着火药味 我没有指名道姓 也没有找你麻烦 你非得上赶着MR是吧 我耐着性子解释 我跟丁城早就没联系了 高中同学聚会我都没去 哪来的情书一说 他顿了一会 发来一张情书的照片 嘴硬是吧 你看看署名和日期 还说你自己没写 我定睛一看 字迹确实是我的 但这性质和内容 分明是我高中时废掉的草稿 可日期却是最新的 不用想 一定又是陈下男的杰作 我憋着一肚子火 却还要跟对方耐心解释 信是我高中写的 但日期是被人刚写上去的 而且不是我送的 鬼才信 这样你先把作品隐藏 我们见一面 我向你解释 如果你还不信 怎么曝光我都行 对方大概也冷静了一些 犹豫片刻 同意了我的提议 我们约在一个地铁站旁的咖啡厅 我带上了我高中的笔记 和最近写的日记 虽然人的笔记 有改不掉的特点 但随着时间推移 或多或少都有变化 很明显 我现在的字迹更加成熟 还有 这个日期 11月25日 我写5 不会这样写 最后 我使出杀手锏 一段录音 当时看到陈下男和丁城在楼下 出于防备心理 我打开了录音软件 录下了之后的所有对话 女生听到丁城一直试图挽回 脸色慢慢变了 录音结束 我关上手机 你也听到了 自始至终 我都在拒绝他 而且 我有一个很爱我的男朋友 我们已经 谈婚论嫁了 女生愣愣发呆 你是不是故意录给我听的 你心里有答案的 一个人爱不爱你 你还不清楚吗 他沉默了 我没想到他是这种人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 给你造成困扰了 对不起 我会把作品删掉 并录一个新视频 澄清一切 我很庆幸他能清醒 谢谢 希望你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他点点头 犹豫片刻提醒我 其实拍视频吐槽 是一个自称丁城朋友的人 私信向我提议的 我猜 他可能就是那个 偷你情书 故意让我误会的人 我愣了一下 让他打开后台核实 对方明显是个小号 昵称是Fiona 我冷笑一声 果真猜对了 Fiona 正是陈夏南的英文名 情书的事 算是告一段落 我怕江瑶担心 就没有告诉他 但他不知 从哪里得知了这件事 一脸严肃地 敲开了我家的门 我察觉他情绪不对 怎么了 他沉默片刻 雨落 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愿意告诉我 我瞬间明白了一切 并不是不愿意告诉你 我舔了舔唇 只是怕你担心 再说事情已经解决了 他沉默不语 气压很低 以为他在生气 我声音越来越小 对不起 他一愣 说什么对不起 他扶住我的肩膀 要说对不起的人 也是陈夏南 你想 他绕一个大圈 弄这么大动静 为的不就是离间我们 让我们产生隔阂 你要什么都不说 也不跟我商量 不正合了他的意 对不对 我傻愣愣地点头 他笑了起来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往常那双 透着清澈愚蠢的眼眸 此时微微眯着 似乎满是精明 真乖 我心头一跳 连忙一开视线 却还是被张红的脸 暴露了心情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他愿意发视频 为我澄清 温暖的大掌 放在我的发顶 揉了揉 我听到江瑶 不同以往的低压嗓音 那我也帮个忙 我不知道江瑶要怎么做 但我已经把我 陈夏南 以及丁城之间的故事和恩怨 全讲给了丁城的女朋友 蒋青青 算是他做澄清视频的素材 而在我为拯救自己名誉努力时 陈夏南不仅眉眉隐身 还顺带谈着恋爱 可能是看勾搭江瑶太艰难 他索性勾搭上了一个拳击教练 只是在外人面前 仍然保持着单身人设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说来也巧 那天周末 同事喊我一起上拳击体验课 我刚从更衣室换好衣服 就看到一男一女 动作轻易地走出场馆 而那女的正是陈夏南 男人送他离开后回来 我走上前 装作随口一问 教练 那是你女朋友 男人挠挠头 有点不好意思 谈多久了呀 没多久 刚一个月 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一个月 陈夏南数次骚扰我和江瑶 破了我高中时情书的草稿 让冰城女朋友误会 并引导他拍视频吐槽 继而诱发网友对我的人肉网爆 而做了这么多事的同时 他还能每每谈场恋爱 这都不是时间管理大师了 这他妈是祖师爷吧 但我压住了火器 指定男人给我上了节评课 男人叫黄仁安 个头不高 但教学很认真 我假装认真听课 同时旁敲侧击 打听他和陈夏南的恋情 黄仁安没什么心机 几个来回 就和把陈夏南的恋情全说了 原来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人物 而是从很久之前 就开始追求陈夏南了 高级绿茶到底是有手段 把这个老实男人掉了大半年 最近才点头答应 而从黄仁安大半工资 都花到他身上的情况来看 估计他是因为没钱了 才点头答应的 我不是陈夏南那种 喜欢在背后搞小动作的人 所以听完故事后 并没有提点黄仁安什么 人格有命 我要针对的是陈夏南本人 回去后 我正要询问讲 轻轻的澄清视频进度 他回复我 已经发了 我愣了一下 连忙打开软件 这条视频很快被顶上热门 并非讲轻轻的澄清有多重要 而是他的评论区 出现了一位画手大佬 补上一组条曼 画面是童话风 女孩幼年丧妇 跟随母亲嫁到皇室 却被公主妹妹欺负 多年后 女孩嫁给骑士 妹妹却三番四次勾搭骑士 骑士不予理会 妹妹就把女孩的手势 偷偷放进王子的口袋 让王子的未婚妻误会女孩 最终害得女孩被众人唾弃 但女孩是勇敢的 她找到未婚妻解释 消除了误会 最终 两人携手让妹妹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简短的画面 概括出整个故事剧情 江瑶曾经给我画过卡通形象 而这个形象 就是条曼中的主角 她的参与 很快在吃瓜群众中发酵 之前嚷嚷着骚扰我的人 瞬间转变风向 扒出了陈夏南的名字 而一些知道内情的人 纷纷站出来 我是这个妹妹的高中室友 只能说高级绿茶一枚 装无辜一把好手 我给楼上作证 她大学抢过别人男友 惯犯了 粉丝笑应 加上讨论热度 这条视频 直接从当地热点 变成了全网热点 而在这时 陈夏南也看见了 我的手机 被一个陌生号码轰炸 我猜想必然是陈夏南 最后一次 我接了 宋雨洛 你是不是非要搞死我 她上来就是一声吼 让蒋青青发视频 污蔑我不够 还花大价钱找花手 你可真行啊 蒋青青要是不删视频 咱们就法庭见 手段上对付不住 就搬出法律了 我冷笑一声 怎么 你引导别人发视频 让我对网报骚扰不说 我反过来成亲 就要法庭见了 陈夏南哽了一下 不上法庭也行 你赔我精神损失费 这事儿咱们撕 发到网上 这些事我没跟你计较 不代表我会放过你 你现在没工作没存款 你怎么找律师 靠黄仁安吗 提到这个名字 陈夏南突然慌了 你瞎说什么 果然 他也害怕失去 这个又傻又单纯的饭票 我继续 你敢再出现恶心我 我不介意把你做的一件件 一桩桩 全都告诉黄仁安 甚至没再反驳 那头立马挂了 我知道他去做什么了 他一定是找黄仁安去了 看看他有没有异常 不过他大可放心 我不是他 在他再次恶心我之前 我懒得管这种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 视频热度下去后 我让蒋轻轻删除了视频 该知道的人知道就行 没必要继续闹打 再者 我害怕这件事 会影响江瑶的绘画视野 那天晚上 我特意弄了个烛光晚餐 红裙黑发 腰江瑶共进 我喝了不少酒 脸色朝红 朝他举杯 谢谢 隔着烛光 一身正装的江瑶 沉稳内敛 完全没了之前 软糯奶狗的感觉 他轻轻勾了勾唇脚 要怎么卸 酒进上头 我脱口而出 以身相许 他猛的愣住 然后我就歇菜了 他起身揽住 东倒西歪的我 下次不准喝这么多酒 我迷离呼呼地点头 好 记得说了什么吗 记得 以身相许 嗯 他顿了一下 叫哥哥 我趴在江瑶怀里 安静了两秒 哥哥 我能感到 他的身体猛的一降 然后一个吻 轻轻落了下来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陈夏南都没在招惹我 我跟江瑶又恢复了正常生活 只是我发现 他变得非常热衷于 让我叫他哥哥 还理所应当 我比你大两岁 你当然要叫我哥哥 明明之前 他还叫我姐姐来着 可能哥哥叫多了 江瑶连的气质都变了 之前软弱的小奶狗形象 当然无存 娇也不撒了 声音也不佳了 每次约会 我盯着面前 气质成熟稳重的男人 总觉得自己换了的男朋友 不过慢慢的我发现 这好像才是江瑶真实的性格 至于最初那个嗲嗲的样子 他解释道 我叔说你喜欢年轻男孩 让我装嫩 不过我好像用力过懵了 所以我上班摸云某英看难高难大 都被领导发现了 幸福的日子慢慢推进 江瑶的生日快到了 挑选礼物时 我有些纠结 问同事意见 讨论中 他跟我说起八卦 上次你陪我去上 拳击课那个教练 黄仁安 你记得吗 我心头一动 点点头 他同事都说他是冤大头 交了个女朋友 花他的钱不说 还用他的名字贷款 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 听说欠了不少贷款 快失信了 现在就拆东墙补西墙 我突然想起 当时陈夏南威胁我删除视频时 曾提出花钱私聊 当时以为他是故意气我 如今看来 他是真的缺钱 我冷笑 恶人有恶报 真是活盖 但和我没关系的人 我也懒得打听后续 之后几天 所有精力都用在准备生日惊喜上 可就在这时 我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宋女士吗 你男朋友和你妹妹发生了冲突 请您来警局一趟 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 江瑶虽然讨厌陈夏南 但一直都是理智的 之前陈夏南设计陷害我的事 江瑶已经帮我回击了一次 只要陈夏南不主动跳出来蹦打 江瑶是不会再跟他扯上关系的 所以我立马断定 陈夏南又来惹事了 我当即请假赶去警局 被带到调解事实 我愣了一下 除了江瑶和陈夏南 黄仁安也在 而且脸上还挂着伤 打架了 我连忙跑向江瑶上下检查 你没事吧 他嘶了一声 胳膊上有瘀青 没事 我当即来了火 陈夏南你有完没完 现在直接找人动手了是吧 安静 警察坐在调解桌中间 我简单跟你说说情况 你妹妹跟他男朋友说 你男朋友之前猥亵过他 他男朋友脑袋一热 就跟你男朋友打起来了 江瑶冷笑 老子根本就没碰过他 我努力保持冷静 转向陈夏南 证据呢 他下意识避开视线 他自己做过的事 他心知肚明 那行 时间 地点 具体行为 你清楚地告诉我 他支支吾吾 这时 黄仁安认出了我 你是那个学员 我说你怎么对我的恋情 这么关心 感情是打听清楚好 针对夏南是吧 我冷笑一声 你以为你们俩的事 我真关心 倒是你 我好心提醒你两句 陈夏南花你这么多钱 但从没把你当 真正的男朋友 他在家人朋友面前 依旧是单身人设 我爸妈都不知道 有你这好人 黄仁安不可置信地 看向陈夏南 后者刚想解释 我立刻补上 别说什么太快了 爸妈保守不接受 我跟江瑶刚谈恋爱时 你不就告诉爸妈了 也没见他们不接受啊 宋雨洛你不要诬陷我 实话实说就是诬陷 那你现在敢告诉你爸 你交了个拳击教练男朋友 吃喝贷款 花的都是他的钱吗 你 你敢吗 陈夏南彻底不说话了 他知道继父的底线在哪 如果让他知道他欠贷款 还白嫖别人钱吃喝的话 一定没他好果子吃 黄仁安脸色更黑了 他承诺半赏转向警察 我确实只是听他一面之词 就出手打人了 因为我相信他 但现在看来 我可能信错人了 然后他看向江瑶 兄弟 没看到证据就打人 这事确实是我冲动了 私了还是行政拘留 我都能接受 江瑶笑笑 我不要钱也不让你拘留 我千谅解书 但条件是 你跟我女朋友道个歉 我一愣 小声问 要道歉不也是跟你道歉 江瑶安抚式的捏捏我的手腕 因为他做的事让你干心了 陈夏南站在一旁牙都要咬碎 不停去拉黄仁安的胳膊 却被他一次次俯开 对不起 黄仁安向我道歉 这大概是长这么大 陈夏南第一次在我面前如此憋屈 他红了眼眶 猛地跺脚 转身要走 却被警察拦住了 姑娘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拿出证据 我们都会帮你 但如果空口无凭 你这就算诽谤了 造成严重后果 会被判刑 陈夏南毫无畏惧 仰着下巴叫嚣道 你们给我等着 等着就等着 真以为我还像从前那样软弱吗 处理好一切 从警局出来后 我沉默不语 怎么了 江瑶察觉出我的不对 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 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愿意告诉我 其实 我也是这样想的 江瑶有些慌 抱歉 我只是 我知道你是怕我担心 我没有怪你 我只是希望 如果下次发生这种事 我接到的电话 不是警察打给我的 而是你 江瑶愣愣看着我 忽然上前报警我 我连忙推他 你胳膊上还有伤 小心点 他窥然不动 两久 我听到他埋在我肩头 汪汪的嗓音 好 我回抱住他 生日快乐 我把江瑶送回家安顿好后 第一件事 就是给我妈打的电话 雨落 有什么事吗 自从上次我爆发后 他在我面前 再没提过陈夏南的名字 但这一次 我要主动提 妈 我跟你说事 陈夏南可能欠了好多钱 我妈惊呼 怎么回事 她现在不是没上班吗 但交了的男朋友 吃喝都花人家的 还用人家名字借贷款 你说他哪能用到这么多钱 肯定是在外面欠钱了 我越说我妈的惊呼声越大 最后都没等我说完 赶紧找借口挂电话 不用想 肯定是去找继父了 我对着手机冷笑 之前不管陈夏南做什么 我都就是论事 没把妈妈和继父扯进来 想着做人留一线 不能把他逼到绝境 但我忘了 从小到大 他欺负我惯了 根本不可能领情 既然这样 我又何必为他考虑呢 这是估计给陈夏南 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当天晚上 他不停地换号轰炸我的手机 威胁 辱骂 人身攻击 若换做从前 我大概已经被他吓住了 现在看着这些消息和电话 我只觉得可笑 不过是跳梁小丑 最后的叫嚣罢了 他让我等着 等什么 看他笑话吗 当晚 我在美梦中睡去 一连几天 陈夏南都毫无动静 就在我以为他的抱负 只停留在嘴上时 他动手了 我还是小看了绿茶的手段 这一次 他直接闹了的大新闻 在某博上传一篇小作文 并act了江瑶的话首号 瞬间将其顶上热门 为什么 因为小作文里涉及了性骚扰 猥亵姐夫与小姨子网红人物 等诸多关键词 陈夏南是懂互联网的 即便小作文通天媒体证据 却极具煽动力和代入感 很快便博得一群无脑网友的支持 之前蒋轻轻澄清的事情 江瑶有参与 而经过陈夏南这一波春秋笔法 瞬间变成坏人抱团欺负污蔑他 正义的网友们根本坐不住 江瑶的评论区很快沦陷了 各种谩骂和威胁充斥其中 雪上加霜的是 我联系不到江瑶了 我整理了证据 也编辑好了回应 可无论用什么办法 都联系不上江瑶 我慌了冲到他家 焦躁的敲门声中 无人应答 一些不好的想法 开始在脑海里浮现 我强迫自己不要瞎想 可就在这时 阴魂不散的陈夏南发来消息 姐姐你又输了 并附上一张图片 我脑袋轰一声炸了 图片里被他握住手的男人 分明是我联系不到的江瑶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可陈夏南耀武扬威的消息 一条接一条发来 我盯着手机 手指不停地发抖 却还是坚定地回道 陈夏南 这次你完了 我不知道江瑶在做什么 也不知道为什么联系不上他 但我相信他不会骗我 更不会背叛我 我要做好自己 应该做的事 我把整理好的时间线和证据 发到网上 包括陈夏南小号私信 蒋青青的聊天记录 江瑶给黄人安谦的谅解书 陈夏南多日来对我的骚扰谩骂 相比陈夏南的小作文 我的回应有理有据 逻辑清晰 瞬间拉回了一批理智网友 但难免有人陷入为主 死活不信我的说辞 我耐着性子 挨个回答评论区的疑问 竟然知道妹妹是这样的人 第一次被诬陷的时候 为什么不追究到底 我回 她那时并没有给我们 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并且我已经把她的事情 告诉父母了 天啊路 现在真的有心思 这么坏的女孩吗 怎么感觉 博主把脏水泉泼给了妹妹 我回 我用证据讲话 实事求是 这个世界上恶意和善意一样存在 只是你很幸运 没有触及 我不停解释着 直到我看到一条 男朋友去哪里了 为什么都是女人扯头花 我停住了 追根溯源 这件事情的主角 是陈夏南和江瑶 她这个时候站到公众面前 才能让人彻底信服 终于 在我去找律师的路上 手机响了 来电人 江瑶 接通电话的第一时间 我问 你没事吧 对面顿了一下 没事 我这才想起 追问她这大半天 消失去哪了 得知我在去找律师的路上 江瑶笑笑 不用找了 我已经找好了 陈夏南在网上 搞事情的第一时间 就约了江瑶见面 猜想她是要谈条件 江瑶去了 但她没想到 陈夏南找了几个人 刚见面 就把江瑶的手机夺走关机 江瑶没有慌 耐下性子跟陈夏南周旋 甚至在陈夏南对她动手动脚时 也扯着笑意 听到这 我生气不已 小不忍则乱大谋 她宽慰我 再说 我已经拿到了她敲诈勒索的关键证据 什么 她强迫我 签下一份版权转让合同 我急得不行 可你手机都被抢了 怎么证明是被强迫的 她眯了你一眼 露出和那是一样的精明神色 抬手拽掉领口的扭扣 放在我面前 看 这是什么 我瞪大了眼睛 她的掌心里 赫然躺着一个微型摄像头 我松了口气 随即莫名生气 以后不许这样了 你去见陈夏南之前 好歹跟我说一声 你这样不声不响 我真的很担心 你知不知 知道了吗 她忽然抱住我 把脑袋搭在我肩头 声音嗲嗲的 小狗知道错了 姐姐原谅我吧 我猛的僵住 呼吸都开始变得急促 两久 我抬起手 摸上她毛茸茸的脑袋 原谅你了 陈夏南的博文被夹了 因为我们报警立案后 警方很快何时 她在说谎 没有人证物证 只有真情实感小作文 到此为止 最多只算诽谤罪 可她还以此威胁江瑶 并用暴力逼迫江瑶签下 版权转让合同 而这份合同 价值百万 已经构成金额巨大的勒索罪 恕罪并罚 法律面前 陈夏南根等无从辩解 实在走投无路 拘留所里 她哭着求我 姐姐 我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原谅我 我不想坐那么久的牢 我冷冷看着她 从小到大 你一次又一次陷害我时 想过有今天吗 她哭得T四横流 甚至不惜跪下 我真的错了 只要你愿意谅解 做牛做马我都愿意 我突然想起 儿时第一次见面 她握着我的手 用力掰断娃娃的腿 害我被母亲罚站 她坐在餐桌上 坏笑着看我时 有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 她会跪在我面前 求我原谅她 但这一切 都是她就由自取 自作自受罢了 我笑笑 抱歉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 转身离开时 我听到身后 恶毒狠力的咒骂声 看 坏人怎么可能会知错呢 她后悔的 只是自己手段太蠢 被抓到了而已 走出大门 我妈打来电话 这期间 她无数次劝我别那么狠心 都是一家人 能不能放过陈夏南 而这次 依然是替她说好话 我抬头看着天空 笑了笑 我说 妈 陈夏南还有好些贷款没还呢 她一愣 如果她放出来 你们还得帮她还贷款 不如让她在里面蹲着 出去再还 宋雨洛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你是做姐姐的 你 我没听她继续说 直接挂了电话 反正在她心里 陈夏南早就比我重要了 但已经无所谓了 人这一生注定向前 挽回不了的 就不用强求了 这时 江瑶把车停到我面前 走 去兜风 去哪儿 中山公园 我突然想到几个月前 江瑶公园痛骂陈夏南那次 好啊